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枪枝泛滥 而来这边的体感真的如此吗 我就来看看 很巧的是 我们第一天入住Airbnb时 家里附近就停一堆警车 听说邻居有人过世 但不确定原因是什么 需要那么多警车 那时我们就被吓到了 还有邻居过来问 What happened? 没事没事 Don't worry 他这样安慰我更错 美国朋友Clayton 这一副没所谓的样子 笑着带我们入住 而直到最后一天 他才跟我们坦诚 他当天其实吓尿了 但为了不扫我们的信 他就一直保持笑容 虽然此事与我们无太大关联 但难免让刚踏入这里的我们 有点小担忧 另外 刚到LA的第一天晚上 我就想出去外面走走 吹吹凉风 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走动 要出去就开车啊 什么 这么可怕 这里的人没有晚上散步的权利吗 就比较保险嘛 有些区域我们也尽量都别靠近 在台湾即使听到那里流氓很多 我晚上还是敢去吃永和豆浆 因此我觉得挺新奇的 而不光夜晚 白天 住在美国的朋友 跟我们出门玩时十分谨慎 他们车上就不放任何可以敲破窗户拿的东西 即使在百货停车场 他们也不敢大意 为什么要怕成这样 有这么难抓吗 这是有原因的 加州之前通过一项法案 切到950美元以下的商品 不太会被逮捕 原本这条法案是想解决加州爆满的监狱这项问题 现在却成为犯罪者的免死警牌 有些地区因此发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有人推一车满满的商品 就直接走出店门口 没结账 而且店员跟警卫都不理会 避免冲突受伤 有些客人想去阻止 还会被店员劝退 超瞎 一项现象被讥讽为零元购 因此就近山有些商场 货架就直接上诉 不可以自己拿 零售商Target 2022年因偷窃及打劫行为 损失近8亿美金 很多商场也因此关门 后面也没人敢进驻了 YouTube上搜寻零元购 就有很多惨烈景象 还有人说车窗很容易被敲破 因此他直接落下车窗 但我这15天 是完全没遇到上述状况 也没看到被袭击的车 可能我的旅办 非常小心的保护我们吧 听到这些故事 我觉得出来看看真不错 美国有很多我喜欢的元素 但台湾也有很多 无可取代的优点 我很喜欢LA的氛围气候 但待久了还是想念台湾 我会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环境 最危险的区域 而我们这趟 还是有去比较危险的区域 出发前 我们就被旅办警告 虽然是白天 但人要保持警惕 不要北南 这一天 我们来到LA治安前几差的区域 Fashion District 这里的犯罪率比全国高说28% 怕吧 但根据我查的资料 白天外出散步 不会太危险 这里是无法地带 要谨慎哦 就是发生兰可尔事件的地区附近 那个事件很玄哦 其实也不是真的无法 而是这附近事件太多 警察可能无暇处理 网络上很多评论在靠背警察 但我的旅办有查到一个警察的专访 是这么回应的 我们开车逐渐接近目的地 其实到这边 街景明显不同 越靠近这边 建筑跟店面越来越杂乱 墙上很多涂鸦 很有气氛 路上很多恶手服饰店面 我完全不敢进去 我转个头跟店员对到眼 店员就挥手叫我进去 Come on 我才能吓尿 有够积极 只是对到眼而已 感觉进去要买10张CD才能出来 我们会去那边 是因为去玩一个破坏屋的活动 之后的影片会聊到 当时外面有个辣妹在晒神 脸部没有表情 哎呦 对到眼人 好可怕 配上旁边路人抽的XX灵味 我真的觉得气氛很可怕 虽然路上一堆人在抽 但在这边闻到特别怕 后来朋友帮我去问店员 诶 请问外面那个人你认识吗 哦 那个是我妹妹啦 那这蛇是她的新宠物 靠杯 完全看不出来未成年 原来他是内向 差不多没有表情 我和他合照了一张 开心 误会解开 回程时 另一车开车的外国旅伴 都想看看 cooks people 我們走Skip Road回去吧 不要啦 沒差啦 我們又不下車 他們開車經過Skip Road 蘭可兒飯店事件的區域 這裡到處都是遊民跟CX者 據他們所述 路上就是一堆客嗨的人 跟殭屍一樣的行走方式 路上一堆帳篷 很多無家可歸者 真可憐 沒錄到畫面 因為他們整車的人都嚇尿 連健保都不敢錄影 怕車子會被攻擊 可見當下有多壓迫 網上資料說 這邊無家可歸者為9000到15000人 且很常見毒品、竊盜等犯罪 6點前才允許步行 也是幫派頻繁活動的區域 而這位是提議要走這邊的Noah先生 這是她平常的樣子 而這是她當時的表情 方向盤握得超緊 我不敢再皮了 沒事還是不要去看 比較好 我們是不同世界的人 不要互相打擾 隔天接手開車的女生說 哎喲 方向盤念念的 誰有手汗啊 前面的Fashion District 感覺不是觀光客會來的地方 但Skip Road 是觀光客不能來的地方 完全不同層級 想換LA一些治安的問題 也來聊聊我很喜歡的美國人的相處模式 我發現在美國 跟陌生人搭話聊天是很正常的 你學著好看喔 在台灣這樣搭話 通常會被當怪人 會覺得 幹抓小啊 一定是有目的才找我搭話的 但在美國 這樣搭話很正常 也沒有說一定要進一步的跟你認識 就真的只是閒聊而已 我跟朋友在鞋店時 一個美國阿姨問我朋友衣服拿買 一聊就很久 聊完後說再見不留戀 四海之內接兄弟 這樣沒有壓力的相處 我覺得很不錯 不過我本以為照這種習性 應該能很快跟美國人混熟 但我住美國的華人朋友則說 美國人注重私人空間 閒聊都OK 但要混熟不容易 他到現在都還是華人朋友多 對他們來說 外面那一拳很容易 但內心深處那一拳 反而不容易攻陷 聽了以上事件 隔天我們經過一個廣場 有一個警衛叫住我 嘿嘿 完了我死了 我被盯上了 你衣服哪裡買的啊 我台灣買的 喔台灣酷 原來是誤會 莫名解鎖 被帥哥黑人警衛問衣服在哪買成就 直到幾天後 我才慢慢放下緊張感 其實我在地區 大部分的美國人都很nice 如我前面所說 他們就是很隨性找人搭話 而外國旅辦Clayton 也分享他的交友態度 我很喜歡你找新的朋友 對嗎 就是在台灣去酒吧的時候 我喜歡跟 別人喝酒 可是人是新的人 對嗎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 有點尷尬的感覺 就是 我不 我就是一直跟他們聊天 如果我給他們喝 就是三杯十杯後 會跟我聊天 如果他們 又開心跟我聊天 我就成功了 這其實聽完跟我有點像 我有一段時間常幹這種事 還被朋友嗆 笑死 接下來來聊聊在美國看醫生的故事 這也很有趣 住在美國的台灣朋友 來做我們的地培 聽說美國醫療很貴 這大家都知道 但實際聽我朋友的遭遇 才知道有多不方便 住美國的男生朋友說 我之前肩膀受傷 google查一下 感覺不治療會越來越嚴重 因此我掛了運動科 結果我等了兩個月 才通知我排到了 但我肩膀已經不會痛了 但我還是去 醫生就問我 啊你都好了 幹嘛還來 呃...因為等很久 感覺不來很貴 所以我還是來一下 後來醫生就讓他轉一轉 看會不會痛 只有100多元美金 超貴 這樣好像更浪費吧 另一個住美國的女生則分享 有一次我喝醉 直接下巴撞到洗手槽流血 但救護車很貴 我捨不得叫 我就自己貼美容膠布 慢慢的拉好 咪咪已經在流血了耶 扯吧 到現在我下巴都還有一個巴 雖然在噴血 但感覺傷口不深 應該會自己好吧 我還是忍吧 忍吧 這是朋友貼給我的照片 這麼漂亮的女生 竟然願意拿自己的容貌來賭 可見費用真的很貴吧 然後她說 她回台灣就會直接去醫美診所大維修 雷射保養等等 一次做好做買太回家 真是省錢之鬼啊 說到救護車 朋友分享 有一次她走在紐約的校園裡 一砍大的樹幹掉下來 砸到她的頭 她直接頭破血流 當場昏倒 醒來後 就看到一個人跟她說 我是醫生 別擔心 我會幫你 對方幫她緊急爆炸後 就說 你咬腳救護車嗎 我朋友就心想 阿虎都唱了 他不叫 後來救護車就來載她 路程大概美國的Uber 30到40元的距離 到了醫院 醫生稱讚她 你胸口處理得很好 我朋友照鏡子 她頭上被貼了一個衛生棉 應該是路人跟其他行人借來應急了 太神啦 最後 費用出來了 救護車 兩千美金 費用四千美 媽啦 大哥車六萬台幣 難怪他要特別問我 昏倒 但最後 好險 學生保險有Cover這筆錢 將近九千 沒保險的話 就是剉賽 難怪前面有個下巴破掉 還不叫救護車的 而我朋友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在美國住了快十年 正當他以為摸透這邊的醫療機制時 他因為確診而沒了味覺 因此去掛了耳鼻喉科 但美國那邊是要先掛一般科 一般科再推薦你給專科 很麻煩 後來他看完一般科 一週後 都沒收到耳鼻喉科的消息 看個感冒竟然要等這麼久 他就親自聯絡並預約了耳鼻喉科 幾天後 終於等到線上視訊看診了 醫生翻了病例說 你這個是自己來掛的 你不能自己掛啊 要等專人聯絡你啊 通話就這樣結束了 差不多一分鐘 隔天他就收到帳單 一百多元 殺小台幣就算了這美金耶 重點是他耗了幾週 也還沒看到醫生 浪費時間又破彩 他立刻打去問 這不合理啊 明明沒有那個診斷的對話 怎麼可以收拾錢 有啊有啊 我告訴你要等人聯絡 這個資訊就值錢了啊 這樣也算 我根本是傻眼 台幣視線就這樣沒了 聽完這些故事 我覺得雖然我朋友的薪水是真的很高 但錢也花得挺快的 我稍微拉肚子就去掛腸胃科了 要是在美國等那麼久 我應該早就拉到虛脫了 真喜啊真喜 這個就是我那個被樹幹砸到的朋友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分享的美國行星得 下一集我們將拉回愉快的心情 後宮之旅開啟 有天我跟當地朋友吃完晚餐 要回去牽車 有台車直接停到我們面前說 嘿 你們要去牽車嗎 我們想聽你們的車尾 可以啊 但我們還要走一段路喔 沒關係 你們慢慢走 後來他們車就跟在我們後面 開了快五分鐘 奇怪 我們的車到底停哪 我們找不到車 尷尬 開始狂繞巷子 後面的車一跟著我們繞 最後繞到他們都找到空車位 就直接停了 我們去停歌壁了 Thank you 抱歉 真的抱歉 我是台灣的雷包 你們一開始就不該信任我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德利 我是屁阿哥 我是屁阿哥 我是屋子 我是志祺 我是許波 我是屁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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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屁阿哥